一犯很有可能是毫无目标的随机作案 詹老婆是潮汕人,今年已经60岁 去年5月才从老家货来深圳帮女儿带外孙 20号晚上9点20分左右 老人家像往常一样在家附近散步 走到保安区沙井嘉华商场 与保安大道的交际处时突然有人靠近他 并迅速将一瓶液体泼向了詹老婆的脸 随后詹老婆就被家人送到了保安区 人民医院的烧伤科 经过检查,他的伤势相当严重 张朗婆平时为人和善 也没有和左林幼舍红过脸 家里的女儿女婿是做网络生意的 最近也为何人发生过矛盾 到底是什么仇什么怨让他惹上了这场飞来横祸呢 詹老婆和家人怎么也想不明白 可当家属们报警后却得知 这可不是个案 在詹老婆受伤的第二天 保安区福永街道也发生了一起类似案件 深圳警方也向一线记者证实 这两天沙井和福永两个街道 确实发生了两起硫酸破人的案件 伤者都表示原因不明 警方仍在对此事加紧调查 那么由于目前犯的嫌疑人 没有对公安警官炸祸 那么他的犯的动机是针对不特定的人 还是针对特定的人 那如果是针对特定的人的话 那么他的行为涉嫌故意伤害 那么如果是在公共场所实施 对不特定的人是这种行为的话 那么涉嫌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 由于目前犯罪嫌疑人还没有归案 我们有必要着重提醒一下 沙井和福永两个街道的 特别是五六十岁左右的街坊 最近出门的时候最好找人陪着 如果有陌生人靠近 请一定要提高警惕 好了在下一节我们即将看到的是